来到了TOC比赛后的第一场洛节目中 在做客总经理Jeliko的安排下 还打不过瘾的希娜 获得了以Zed Roling再次对截的机会 而为了让比赛可以公平的进行 Jeliko特意为比赛加上了一个铁龙 好让希娜可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发飞 但就在希娜以大招AA将Roling从神顶上摔下 而处材判也为希娜打开大门迎接胜利的时候 那令人人风伤胆的大步却在黑门的带领下 来到了比赛现场 亦登上擂台的野兽预计使出三连德式后翻摔作为见面礼 接着再以大招F5将希娜狠狠摔下 这一幕也导致一旁的Roling被吓得目瞪口呆 随后黑门便尝试安抚Roling 并向对手伸出了友谊之手 示意Roling归顺一大步的统治 于是在没有了大锤子这座靠山后 Roling就只能暂时忍辱偷生 接受了黑门的好意 然后便提着公文包布出了铁龙 与双街庆祝这比赛胜利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John Cena的故事第56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支持将是眼镜胸的动力 来到了圣诞节前的洛节目中 化身为圣诞老人的传奇选手Hogan 带着后后Hogan的名号来到了体育馆 而希娜也在这时闻风而至 兴奋的他毫不犹豫地向肌肉发达的圣诞老人 传达了自己的圣诞燕望 希望Hogan能在今晚安排自己与罗令再次进行对决 于是仁慈的圣诞老人答应了希娜的要求 并下令两人将为观众带来当晚的首场比赛 而希娜当然也没有浪费前辈的一番好意 在两人的多次扩招后 希娜成功以索机STF分住了罗令 但双街的干预导致希娜解开了索机 于是为了免除后患 希娜再次为双街打出了大招AA 接着便在闪避了罗令的袭击后 希娜迅速以AA反击了对手 并进行了压制完成了毒秒 就这样希娜在Hogan的协助下 得到了罗令这份圣诞大礼 然而收到了多次教训的罗令 并没有因此而作出悔改 就在2014年的最后一场罗节目中 一直处心基地的罗令在Big Show的帮助下 破坏了Agg与Christian的庆祝活动 并扣下了Agg作为人质 威胁希娜立即恢复大锤子与大公主在WWE的权利 而希娜为了避免Agg的牺牲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答应了敌人的要求 宣布同意让大锤子夫妇重新掌权 随后Big Show与罗令也趁势向希娜进行了残酷的攻击 接着便来到入口处以黑门大部一行人举备欢庆 迎接大锤子与大公主的回归 来到了2015年的首场罗节目中 回归后的大锤子与大公主很快便对WWE进行了整顿 为了奖励Sat罗令对自己的忠心 大锤子将其纳入了希娜与大部之间的皇家大战比赛 把这场一对一的冠军争夺战变成了三重威胁挑战赛 随后这头披着羊皮的狼还为希娜举办了一场感恩之夜 以奖励希娜在这段期间对WWE所做出的贡献 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锤子摆明就是为希娜设下了一场红门宴 而就在希娜的盟友都来到现场准备就绪后 大锤子卸下了自己的虚伪 开始了报复行动 宣布由于希娜战队在强者生存比赛上的不服从行为 导致他们必须对这些犯规的选手做出惩罚 于是豆腐、Rawen以及Rybeck被立即解除了合约 在接下来的一中 为了争取盟友负质的机会 希娜与大锤子进行了争辩 而为了安抚支持者的抗议 大锤子向希娜给出了建议 为其以Rawlin安排了一场Lumberjack比赛 只要希娜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那么她的盟友们将能恢复在WWE里的位置 而比赛过程中为了保住盟友的饭碗 希娜竭尽所能向对手使出多个猛烈招式 但负责在台下站岗的选手 几乎都是希娜的敌人 导致希娜多次的努力都难以成功压制对手 最后在吃下了Big Shot的一招OKOK拳后 希娜失去了作战能力 被对手Rawlin进行了压制 赢下了比赛胜利 随后大锤子便为希娜大部与Rawlin 为接下来的皇家大战比赛 举办了签约仪式 而就在三方都签下合约后 希娜向Rawlin发起了进攻 现状后的大部则使出了德士后反摔 摔下了两人 但对这招后反摔已经产生免疫的希娜 很快便以大招AA反击了大部 可就在希娜向大锤子叫嚣的时候 Rawlin趁机来的一脚回旋踢 并为希娜献上的大招Custom 接着吃了雄心爆胆的她 将目标放到了大部的身上 随后便是狠狠的一脚Custom 踩下了野兽 这一幕也令在场的大锤子对她另眼相看 那位一直扶不起的Rawlin 终于在自己的培育下得到了成长 看来夺下WWE世界重量级冠军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来到了皇家大战前的最后一场弱节目中 为了保证自己的爱徒Rawlin能够顺利登顶 大锤子迫使希娜与Rawlin、Big Shaw和King 进行一场三对一的浪分比赛 表示只要希娜能够打败三人 那么她不仅可以确保自己在皇家大战比赛中的位置 而且还能获得豆腐Rideback以及Rawlin的回归 而就在这场浪分比赛开始后 伏加抚威的Rawlin便率先与希娜进行比试 但就在铃声响起后 Rawlin却快速换下了Big Shaw 于是希娜便趁机一拳奏向了Rawlin后 才开始了以Big Shaw的对抗 随后就在Big Shaw大大减弱了希娜的作战能力后 Rawlin才鼓起勇气 替换下了巨人 尝试向处于弱势的希娜进行攻击 可就在希娜使出One Hand Bulldog作为反击后 经不起打击的Rawlin便立即替换下了King 而失去了面具加持的King 在使出了几个简单的招式后 便将对付希娜的重刃交回到了巨人的手中 接着就在Big Shaw与自己的身躯 将希娜压得快喘不过气的时候 认为实际已经成熟的Rawlin再次登场 使出了多个精彩的招式 尝试让希娜败在自己的手上 但就在希娜几次的否决后 Rawlin再次邀请Big Shaw出手相助 结果就在巨人使出泰山压顶的那一刻 希娜做出了躲避 并在巨人替换下Rawlin后 向其执行了标准作业程序 然而就在准备打出大招AA的瞬间 双戒干预了比赛 而Rawlin则趁机卷起了希娜进行压制 并在希娜做出否决后 Rawlin迅速补上一脚 又再次进行了压制 然而就在希娜第二次做出否决后 刚刚还信心满满的大锤子 立刻露出了一脸的焦虑 而希娜则抓紧机会 向对手反击的大招AA 但就在即将完成独秒的那一刻 King将希娜拖下了擂台 Big Shaw与大招Spear撞倒了希娜 然后众人便等待着主宰盘倒数计时 想借此赢下比赛 但遗憾的是 希娜却在即时即将完成的那一刻 迅速回到了比赛擂台 并在吃下了大招锁喉摔之后 依旧否决了压制 而就在Rawlin准备大招Custom 终结希娜的那一刻 摩械大帝出现在了大荧幕 并成功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于是希娜便趁着这个机会 捡起了Rawlin进行压制 完成了独秒 赢下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 接着便像个孩子般跑到台下 与现场观众们分享胜利的喜业 而这时的大锤子 可以说是赔了妇人又折兵 不但无法阻止希娜的争冠 还间接得罪了野兽 对 为了报复Rawlin在签约仪式上的羞辱 大步来到了现场 向其发起了攻击 索性Kin与Big Short做出了牺牲 吃下了大招FI 为Rawlin腾出了撤退的空间 才避免了野兽进一步的惩罚 很快的来到了2015年皇家大战主赛场 时任冠军大步将在希娜与Rawlin的挑战下 捍卫WWE世界中量级冠军荣誉 比赛开始后大步便先发智能 以多个德士后翻摔打击了两人 甚至那喜欢干预比赛的双阶 也不幸品尝了大步后翻摔的厉害 而就在希娜与Rawlin 都被大步的后翻摔摔得难以招架后 野兽使出了牧村锁困住了希娜 索性在Rawlin的被扑下 希娜得到了解锁 随后就在两人合力将大步摔下后 希娜完成了大招AA 但Rawlin却将希娜抛出了擂台 试图抢先一步向野兽进行压制 而野兽当然不会就此屈服 于是希娜与Rawlin再次合作击倒了野兽 随后两人进入了一对一的对抗 希娜执行了标准作业程序 但就在打出五指中击的同时 却被野兽以德士后翻摔进行了攻击 接着就在三人你来我往的对抗过程中 希娜靠着多番的努力终于击倒了大步 但喜欢捡便宜的Rawlin却拉下了希娜 准备向野兽打出致命一击 结果偷击不成18米的她 却被大步使出F5反击了自己 索性希娜及时的干预才避免了大步的获胜 随后就在希娜向大步使出了连续三次大招AA 并进行压制的时候 Rawlin脱走了希娜 接着再为大步补上了一脚Custom 并进行了压制 而希娜则在破坏了Rawlin的好事后 把大步撞向了围栏与台阶 接着还利用台阶将野兽送上了破爆炎位置 见状后的Rawlin则一夜而下扑向了野兽 随后两人便趁着大步失去了作战能力的期间 进行了互相的斗争 希娜顺利使出了索击STF困住了Rawlin 但双阶却在这时干预了比赛 帮助Rawlin使出了大招PowerBond 而就在希娜再次否决压制后 Rawlin动起了外脑筋 拿起了公文包砸向了希娜 索性希娜即时做出了闪避 并使出了大招AA将双阶以及Rawlin陆续摔倒 但令人意外的是 SetRawlin竟然做出了抵抗 并在两次破解了希娜的招式后 以一脚Custom踩下了对手 然而就在Rawlin一夜而下 准备终结希娜的那一刻 大步及时赶到 以德士后翻摔攻击了两人 而Rawlin也不甘失落 在躲过了野兽的招式后 拿起了公文包攻击了大步 接着还将公文包放在了大步的头下 准备终结野兽的职业生涯 但就在这时大步却反击了大招F5 将Rawlin狠狠摔下 就这样野兽获得最后的胜利 安慰了WWE世界重量级冠军头衔 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以及前辈的协助下 希娜成功从大垂直手中 夺回了盟友们在WWE里的位置 虽然在皇家大战比赛中 表现出色的她 无法笑到最后 并让苏迪大步在最后时刻 捍卫了冠军头衔 但顽强的希娜 依旧不会放弃再次登顶的机会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John希娜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